好我们继续啊 刚才呢我们是全局激活啊 全局激活的话 那么所有外面的访问我这个institute网络里面的都访问不了了 明文都访问不了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能不能够更加精确一些 比如说现在啊 我们只是基于一个命名空间激活 基于一个命名空间 看一下刚才恢复过了啊 刚才恢复了 现在应该是全部都通了 全部都通了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基于某一个命名空间 它激活 那么访问这个命名空间 它就通不了了 那也就是说呢 一会儿呢应该是这个 外面访问这个命名空间 应该就会挂 对吧 对吧 外面访问这个命名空间就挂了 好 基于命名空间激活啊 这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基于某一个公 某一个APP激活 这个bar 就下面的这个APP 我们要激活 那有说一会儿它也会挂 这个APP 可以基于命名空间 可以基于APP激活 现在有两个挂了 一个是基于命名空间的 一个是基于APP的 那么表示都没问题 好继续 那么下面我们能不能取消 我们可以基于 那么某一个端口给它disable掉 某一个端口 本来呢你是基于它来激活的 现在呢我把这个端口给旁路掉 我把这个端口给它disable掉 其他都是严格的 但是这个要被旁路掉 这个端口号 这个80端口要被旁路掉 80端口 开始呢是基于这个 看一下啊 开始是基于 这个lamspace 这个APP我们激活 然后现在呢是 那么依然是这个lamspace 依然是这个APP 但是呢这个端口 我给取消 那端口我们访问就是80端口 那也就说它就恢复了 它的80端口 取消掉 那么它又恢复了 这是一个继续 那么你基于整个命名空间 那么激活那么我可以把这个命名空间里面的这个APP 给DESABLE掉 就全部大家恢复了 OK 好 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基于lamspace激活 基于APP激活 可以基于端口旁路掉 也可以基于APP给旁路掉 好吧 那么可以做很好的控制 好 这个部分讲到这儿 我们也计算一下 谢谢大家